记者张金雅台中报道 台中市政府打造南屯区风乐雕塑公园为亮点公园正进行改善工程 有民众发现新种植的树木底下有半圆拱形的水泥构造物高约40公分 乍看之下很像坟墓 质疑难道这里将成为树藏区建设局解释 那是座椅 既然民众有疑虑将变更座椅设计 市府正在风乐雕塑公园进行绿美化人行道改善等工程 其中林永春东一路入口处原本是广场 最近新值多棵树木 有十棵树木旁底下建造半圆拱形的水泥构造物高约40公分 水泥构造物两端又以十几公分高的铁片围起来 整个形状就像坟墓 当地风乐里里长陈建州表示 这两天都接到黎明反映 晚上经过这里看到成群像坟墓的构造物 会被吓到 还有人问这里是不是被规划位数藏区 陈建州说风乐公园是台中市知名的公园 不止附近居民会前来休息运动 假日还有来自外县市的游客 他很支持改善公园设施 但若会引起民众负面观感 建议市府能在尚未完工前修正 让民众安心使用公园 该工程委外的规划设计公司解释 该水泥构造物是椅子 两边做成斜角 事无障碍设计 方便小朋友及行动不便者 可以慢慢从两边挪动身体 到座椅上 现在围起来的地方 将种植栽 高度和椅子差不多 弯工 后不会像坟墓 但因民众有意见 将考虑变更设计 未来也会在工程范围周边贴上模拟图 让民众了解完工后的样貌 建设局长黄玉玲则表示 因为风乐公园该处入口处没有座椅 工程因此扩大数学 除了提供树木好的生长环境 也在数学旁增设座椅 施工前已在地方召开说明会 现在民众有疑虑将变更座椅设计 不要两边的斜角 并加长座椅程度 完工后会很漂亮 他也提醒民众 目前人在施工中 为了自身安全 请勿擅闯工地建设局 也会加强工地安全管理